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协同自主搜索两项任务 每项任务内容包含三个单项子任务 分别为丛林障碍穿越与横一字编队 动态障碍穿越与纵一字编队 随机队形编队和跟踪降落 以及自主搜索 辅助信息利用 威胁消除等 全程要求无人封群自主协同完成 参赛队不进行操作干预 多知参赛队在基于视觉的自主避障飞行 同步穿越障碍和编队飞行等环节取得可喜参计 已有研究基础的单位 以及知名企业与一流高校联队的创新优势得以体现 去年的俄乌冲突 让全世界所有人都看到了无人机在战场上的重要性 现在连中国的大学生都开始玩封群了 这意味着中国在军事领域的无人封群设备或者武器 要更上一个档次 甚至说领先全球都不为过 本期影片小编就为大家介绍一款 中国最强的无人封群作战武器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国家大事从不缺席 舆论场中抽丝剥茧 聚焦读加中国资讯 点赞加关注 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2019年有一部好莱坞大片《天使陷落》 其中有一个特效镜头非常特别 反派为了刺杀美国总统 利用集成在货车上的自杀式集群无人机 以饱和式攻击的方式轰炸水面目标 好莱坞想用这样的细节来展示自己的想象力 但这个科幻剧情 几年后被中国电科变成了现实 2023年阿布扎比防务展上 中国参展团携带了500种类型的外贸武器前来参展 种类繁多 毕竟是中东土豪举办的大型国际防务展 这些中东土豪们都是国产外贸武器的潜在客户 因此借着这个机会 我们是把能拿来的都拿来展出了 其中有不少看家法宝 此次除了中国和阿联酋签订L15教练机引进大单 中国电科在防务展上展出的 选择风群无人机火箭炮系统 引起中东国家关注 这应该是目前中国最先进的风群式无人机作战系统 据称这是中国研制数量最多 发射速度最快的无人机攻击系统 选择风群无人机系统 使用一辆重型的奔驰ACT-ROS大卡作为运载底盘 后部搭载了一个48连装的无人机发射管 要是不说这是无人机作战系统 一眼看上去 还以为这家伙是一门自行远程火箭炮 这应该是第二款国产48连装风群无人机系统 此前中国也搞出过一款48连装风群无人机发射系统 不过那个是小皮卡拉的发射模块箱 无论是装载的无人机体积和作战能力 和选择风群无人机系统有较大差距 按照中电科集团在展会提供的资料 选择风群无人机系统一共配备48个发射管 每管里都有一架微型无人机及配套发射系统 发射管即储存、运输、发射于一体 发射之前不需要对无人机进行检测 可随时发射减轻了维护压力 同时也提高了发射反应速度 在发射完所有待发的无人机后 发射车还可以快速更换模块 以便发动第二次攻击 整套选择风群系统采用模块化设计 能够根据需要搭配不同数量的发射管 以及不同用途的无人机 如攻击型无人机、侦察型无人机、干扰型无人机 具备较高的消费比和使用灵活性 战场通用性更强 选择风群无人机系统选择的 奔驰ACT-ROS卡车底盘 算是奔驰非常经典的型号 市场保有量特别大 考虑到中东地区对奔驰的卡车 或者拖车非常信赖 因此这种配置也算是有针对性 如果用户有需求 也可以更换特定的底盘 另外 使用奔驰ACT-ROS卡车拖头 也是现实需求 选择风群无人机系统 为了追求尽量带的打击范围 无人机的体型也比较大 相应的 发射模块也不小 已经达到了标准集装箱的尺寸 看上去就像火箭炮一般 其他的小型车辆根本无法搭载 选择风群无人机系统 在越野卡车底盘上 集成了指挥控制终端 能够连入战区C4ISR系统 系统既能与其他作战单元进行联合作战 也具备独立作战能力 如果需要 他还可以安装在其他平台上面 例如水面舰艇 进一步扩展系统使用范围 选择风群无人机 采用了最先进的战场组网联动方式 可以完美融入战场体系进行作战 发射的无人机 作战半径为160千米以上 48发无人机骑射 能够在方圆数万平方公里的区域 进行全面侦察 战场监视 战场打击等任务 而且这还是一辆发射车的战力 试想一下 若一个装备了4-6辆发射车的连击单位 一次性至少可以发射 182-288架无人机 可侦察和打击的范围 覆盖长度数百千米 面积数十万平方公里的作战领域 对于敌方的威胁 远超一般的传统武器 而且这东西成本更低 量产后堪称白菜价 战时这么多无人机 足以让敌方防空系统饱和 根本无法拦截 传统防空部队 一发中进程防空导弹 售价数万到数十万美元不等 拦截一个造价只有数千到数万美元的无人机 这个费效比是非常低的 真要这样打下去 战场上防空部队的导弹 就先让这些低成本的无人机耗光了 后续面对对手的战斗机 攻击机就只能睁眼瞎了 可以说 中国搞出的这个选择风群无人机系统 为未来作战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和优势 潜力无穷 大量发展使用各类先进无人机 使作战更加自主化和机动化 提高作战效率 对于中东国家 尤其是老客户沙特来说 这东西对他们再适合不过 毕竟他们被野门胡赛武装 老搞的灰头土脸 订购一批选择风群无人机系统 可以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 完成更多的任务 例如 在对武装分子等非对称战争中 无人机可以进行前沿侦查 定位 打击等 提高作战效果 而且 选择风群无人机系统 可以降低沙特人员伤亡风险 传统的作战模式 通常需要将士兵派往前线执行任务 这会增加人员伤亡的风险 而无人机 可以替代人员执行一些危险的任务 此外 这款武器可以对对手 形成强大的震慑能力 这种无人机系统的出现 对于对手来说 是一个未知的因素 可能会对其形成心理压力 毕竟 就算野门胡赛武装 也没有多少衬手的防空武器 面对海量风群无人机 根本没有抵抗能力 只能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无人机将对沙特带来不对称优势 现代无人机 已经广泛运用在战场上面 但是 他们没有实现集群作战 只能以单机 或者小编队的形式 进入战场执行任务 这样就限制他的作战能力 和应用范围 也让对手非常容易就把它拦截 不能适应高强度对抗环境 举一个例子 土耳其 TB-2无人机 在纳卡冲突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让亚美尼亚束手无策 但是在俄乌战场却被接连击落 开战不久就销声匿迹 原因就是亚美尼亚防空能力薄弱 给了TB-2无人机发挥的空间 而俄罗斯拥有强大的野战防空系统 这种在中高空活动的中型无人机 很容易被击落 无人机拥有集群作战能力 关键就是高速宽带数据链 在空中能够自主组网 不需要基础设施 网络没有中心 具备自主和自愈能力 部分无人机被击落 也不影响网络运行 通过实现无人机之间的信息交换和共享 这样就能让无人机集群 获得更多的信息 制定更多合理的战术 对目标进行饱和打击 乌克兰战场上 俄军使用伊朗制造的自杀式无人机 就让乌克兰头疼不已 这种无人机价格只有数万美元 却摧毁了许多乌克兰基础设施 乌克兰用传统防空进行拦截 但是防空导弹的单价 达到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美元 按照这样打法 乌克兰财政很难支持下去 国产选择封群无人机系统 在阿布扎比防务展上亮相 表明国产集群无人机系统已经成熟 可以进入实际运用阶段 结合整体数据来看 当它进入战场之后 很有可能成为一种改变现有规则的武器 这也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和研究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觉得风群无人机 在战场上能发挥多大作用 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 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 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以上 不及时再面小编 Kitty 我请大家吝点赞在影视频 自己的视频 为啥院好 我们下期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